大家好,我是金姐在日本 马上就要到春天了 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们家的地也派上了用场 看这个是 这都是辣椒不同的品种 我今年要试一下 这个是皱皮的 这个是枣蔬的 这个是香辣的螺蛳椒 还有这个 冰糖紫甜瓜 也试一下 然后这个应该是几月份煮的 然后这个是芥菜头 我想干什么 腌咸菜用的 山东的有一种咸菜反正挺好吃的 但是吧,这个可能是得 八、九月份开始才能种 先留着 然后这个想种一下 是腌酸菜的 做三菜仪什么的 然后腌一下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水果萝卜 这个是羊角蜜瓜 也试一下 这几月份的 反正温度差不多到20度左右就行了 这个就是放披萨的那种 披萨上面放的叶子的那种种子 你们都在家里种什么 然后给我一些意见 我有的想不起来 这个有的能买到种子 有的买不到种子 那我又来菜地了 来菜地把那个那些肥料给它放进去 拌一下 那我那天绝了 中间还剩一点那个萝卜 上次呢我发了一个种菜的 然后有人给我留言说 说你家本身收入就不高 还租块地 这不是浪费吗 不如买菜吃便宜 其实呢我老公工资并不低的 加上我还上班 说呢每个月还是比较宽裕的 我老公呢每个月工资大约五六十万 他呢是干IT的 我呢从小呢就比较节约 可能呢让大家感觉我家呢比较穷 在日本呢有的夫妻是AA制 但是我们家并不是 每个月呢工资都是由我管理的 我们家具体有多少钱 我老公也不知道 他从来也不问我 存折就放在那儿 他从来也不看 他如果急需用钱的 的话他就会跟我说 同时呢每个月他的零花钱 我都是给他打到一个账户上 如果是他没花完的话 就会存在那儿 但是在我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同时呢这个种地呢只是一种爱好 我没有把它当成什么省钱赚钱的工具 只是因为呢我小时候吃的 有很多菜呢在日本买不到 所以说我就想租块地自己种 加上还有孩子嘛 让孩子也学习一下 所以说呢我感觉穷富与种不种地 没什么关系 11月份种的 其实已经很晚了 能长出来就不错了 今天晚上做卡来吃可以了 做咖喱饭哈 就是有点小 看这萝卜其实长得挺好的 拿了这么多 这些就够那个什么吃的了 就够一顿的了 其实种菜也挺好的 既可以陶野青草 也可以有吃的 然后还可以劳动一下 身体也好 等我老了的时候的话 有可能就去农村买一块地 专门弄农业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蒜长出来了没有 先看一下下面 它是蒜苗 还没长出来 先放回去吧 再长长就好了 弄了这么多胡萝卜 然后今天晚上给它做一个菜吃 看挺新鲜的 其实上面这个叶子也是可以吃的 我们就走了 虽然少也是一份劳动成果 我们来到这儿这个 卖种子的地儿了 问我老公想吃什么 我老公想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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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喜欢吃什么 我想要一个玉米 玉米是什么时候种啊 然后旁边再种上点向日葵就可以了 放上点向日葵 向日葵的话 还能自己炒瓜子吃 这个想法不错 这个是花 这个是什么时候种 大约在五月时候开始种 看这个终于找到了 我喜欢吃这种 在家我妈有时候 那个特别嫩的生儿式 这是哪种好呢 他说是普通应该是这种 要这个吧 然后呢还要一个 黄瓜 那就要这个吧 看这还有一个丝瓜 叫屋顶 这个也是比较稀奇的 在这一般还是比较少众的 来一个吧 看这还有很多玉米的品种 这些有白色和黄色的 但是我喜欢吃老玉米 所以说 那这个 三月到四月份 这堆种子一共花了一千四百多 其实并不便宜 但是如果你买苗的话 就更贵 就会吃老玉米的品质